拿了訂單大概MOU 將近40億 你的訂單簽得越多 他們酸你就酸得越厲害 比如說我們的小英總統 雖然人在邦交國訪問 他還是想不出要隔海來酸一下 他說中聯辦是中國在香港 實施一國兩制的重要機構 韓國瑜去這個機構拜訪 也很難排除是在 製造一國兩制的氛圍 然後許久不見的總統 發言人黃崇諺馬上跳出來跟著講 對兩岸及國際政治 有基礎知識的人都清楚 中聯辦是在香港執行 一國兩制的機構 蔡總統是提醒注意 如果要這種解釋的話 去個中聯辦就表示 你贊同一國兩制的氛圍 我們蔡總去史瓦蒂尼王公 表示你贊成君主立憲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這種邏輯根本本身就不通 難怪韓國瑜的回答直接就是 Y7扭8的看法 我想非常不值得一提 然後我們的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也馬上跳出來講話 韓市長此行為 高雄推銷農產品 可參考台南雪甲漁民的做法 只賣農產品不賣生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賴清德是哪隻眼睛 看到他去賣生 你確定韓國瑜這個禿頭 去賣生是有人要是嗎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合邏輯的一句話 你民進黨過去這麼多人 包括現場林 包括陳曲 包括你自己 你們全部都去了中國大陸 你們去到底有沒有賣生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證明你自己沒有賣生 給我們看一下 這個邏輯真的完全不通 所以韓國瑜的回答說 搶不到訂單 找不了通路 還在後面抹黑根 酸言酸語 他豬八戒賣不了人生果 我孫悟空開始賣 你有什麼好扯後腿 其實很明顯 民進黨現在這些人 就是在扯後腿而已 韓國瑜的好朋友 陳其邁復行的院長 他也說 台灣人90%以上反對一國兩制 判韓市長以中華民國 高雄市長稱呼 把台灣人的聲音 傳給國台辦主任劉潔一 我們兩位朋友的感情 確實比較好 韓國瑜馬上回說 叫陳其邁回去在酒館等我 我陪他喝杯酒 他廢話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人家在前面打拚 你們在後面 一直講一些酸言酸語 有本事你賣得比他更厲害 而且你還能夠宣誓中華民國 宣誓台灣的主權 所有人會佩服你 講這些話 其實讓人家覺得 你只是在酸 只是眼紅看不下去而已 期待明年1月11號的到來 我覺得那一天會是台灣 一個很重要的粉水嶺 到底台灣要怎麼走 韓國瑜去香港 澳門 深圳跟廈門之前 其實就已經知道會被抹紅了 因為這個四個地方就是紅的 你去紅的地方 你當然要被抹紅 但是這個抹紅的基礎在於 我發現台灣大部分的民眾 對於大陸的理解不是很高 像中聯辦三個字 其實韋漢在這邊 就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現在台灣的網友 我看十個人裡面 可能九個人沒聽過 那個是一國兩制的 這個什麼黑手套什麼 不是 它就是 它就是香港基本法以外 當21年前 這個香港 它回歸到大陸之後 香港基本法賦予香港 特區行政政府 有立法權跟行政權 可是真正的主權 那個政治的領導 還是在北京 所以北京派了一個中央政府的 香港聯絡辦公室 在那個地方負責去指揮 還有解放軍 香港早已經有解放軍 大家有看到解放軍 在香港的中環 或者是在天心碼頭那邊 踢政府嗎 沒有 可是香港是有解放軍的 誰去管那些 所以主權不在香港特區政府上面 可是它有立法權跟行政權 所以有特首 香港的特首跟澳門的特首 韓國瑜都建了 香港的中聯辦跟澳門的中聯辦 韓國瑜也建的時候 大家覺得不行 你不能跟他建 但事實 我跟大家報告 中聯辦的主任 是不是代表 中共在香港的操控跟指揮的人 是啊 就像每一個省有省委書記 省委書記大於省長 市委書記大於市長一樣 如果連這個基礎都沒有了解 就是一味的恐共 這兩天大家在講歐陽娜娜 他在改名變 叫歐陽之娜 因為他說我是中國人 他的外公 外婆 爺爺 奶奶 都是江西人 他怎麼不是江西人 你說你跟大家基礎不一樣 去辱罵他 這個過程當中大家在 如果你跟歐陽娜娜一樣 你認為大陸其實也是你的國家 你是中國人的人 你應該去了解大陸的狀況 如果你的狀況是屬於說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我們是台東 絕對沒有跟中國討論 你更應該了解 這個所謂的強國跟敵國嗎 結果不管是認為是祖國的人也好 或者認為是敵國人 這兩種都不了解這個國家 都不了解大陸的一個狀況 他去中聯辦這件事情 大家看一下 2013年陳菊到天津 他見了張志軍 他是國台辦的主任 陳菊當時 我就覺得這個例子 是我今天最想講的 因為陳菊當時去的身分是什麼 是高雄市長 韓國瑜今天去的身分 也是高雄市長 很多人想說韓國瑜 你不該進中聯辦大樓 因為他很敏感 他多敏感 中聯辦他就是代表 北京在香港的代言人 沒有錯 很多人現在說 那是因為你們不了解 你們沒有去了解 你們基礎都不知道 連台灣有個行政院長 上面還有總統你就不知道 你怎麼評論台灣的政治 如果說外國人 你今天對於中聯辦 其實基本上 他就是屬於北京在香港的 算是一個他在那邊的代表 你都不知道 你就想說他又不是一個什麼 刺殺單位 或者是一個什麼樣的黑機關 他就是他在那邊的代表 如果去了香港見的特首 沒有見中聯辦 說不定還在講說 你又沒有見到真正的老闆 你這樣算什麼 只是問導遊 會不會又這樣講 我不知道 但回過頭來 當年2013年的時候 陳菊去到8月10號 2013年8月10號 陳菊市長到天津 見了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的時候 他是高雄市長 他去天津 見天津市長就好了 你見天津市委書記幹什麼 你見完市委書記 你再見國台辦主任幹什麼 你也可以這樣問 如果今天韓國瑜去 因為對台最高的領導人 是這一位 所以陳菊去了 人家也當陳菊市長 是一個民進黨裡面 新潮流的大姐大 他有影響力 所以看中你 所以跟你見面 當時陳菊也覺得 我跟他見面 這場會面有沒有先跟陸委會講 也沒有 回來以後再報備 過去都是這樣 因為連後來朱立倫 去見劉結一這件事情也一樣 大家還是講說 朱立倫也不可以見劉結一 因為劉結一本來是在聯合國的 這個大陸的代表 後來他來當國台辦主任 他上來以後第一個見的 就是朱立倫 也不行 也是抹紅 朱立倫你見劉結一就是死罪 你就是一定要報備 可是朱立倫就講說 當時陳菊去大陸的時候 也是回來以後補報備 觀眾朋友 我再講最後一個例子 這個現場 2001年2月13號 我也在現場 這是香港的禮賓府 這一次韓國瑜見特首的地方 董建華跟馬英九在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電視台 我在現場第四座岳陽連線 還是租了衛星 他見完之後回到台灣 當時的總統是阿扁 陳立扁總統打電話給馬英九 跟他講說你到總府跟我報告 你們到底談什麼 雖然他的過程其實是公開的 他還是要來 馬英九不敢去 他後來去了陸委會跟蔡英文報告 沒有到總統府 當時我在跑市政府 我接到他的電話 我跟他說我馬英九 我不能去 因為我去了以後 事後我可能會被解讀 我是陳水扁的香港特使 是他派我去香港跟董建華來見面 當時也在講了 2001年2月13號 事情過了嗎 沒過 因為第二年叫2002 是市長連任的時候 我記得非常清楚9月3號 他的對手叫李應元 李應元他選市長的時候 阿扁就出來罵馬英九 台灣腳走台灣路的人是李應元 香港腳走香港路的人是馬英九 馬英九會賣台 是賣台集團的棋子 有沒有很熟悉 現在這兩天在罵韓國瑜 進中聯辦 進香港中聯辦跟澳門中聯辦 就是這個論調 但問題是他在香港賣 今天已經到40億了 原本是34億 在香港27.6億 然後另外澳門也有好幾億 加起來已經30幾億 進到40億了 賣的同產品都不算 反正你建了中聯辦 你就是死罪 因為你會賣台 你的邏輯是這樣 因為你韓國瑜 有可能會選總統 不要講選總統 這個人已經當總統了 2015年11月7號 我也在現場 新加坡的馬錫慧 這個人是中華民國當時的總統 他也建了習近平 習近平比中聯辦主任大 大過天了 應該賣掉了 這完就是賣台了 為什麼馬英九賣不掉 已經過了三年了 還是沒賣掉 觀眾朋友20年來都是這一套 只要建了中國大陸的 這一些領導 台辦 或者是國台裡面的官員 中聯辦的主任都不行 但是民進黨的人建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的血是綠的 你就像我講說 這個台灣沒有必要再宣佈獨立 因為已經中華民國 台獨人也只有這樣好不好 沒有錯 台灣 台獨就是台主 所以台灣都用意識形態來看事情 真正去做到了這些事情 我再把結論做一個簡單跟大家講 韓國瑜也已經說了 這個東西好跟壞 其實是很難判斷的 因為我相信會 因為這樣而討厭韓國瑜人是會有的 可是韓國瑜也講了 香港的特區政府告訴他 安排的行程當中有中聯辦的會面 為什麼 因為中聯辦其實基本上是比 比香港特區政府更重要 跟北京更直接聯繫的 所以我就去了 我就去中聯辦的大樓 那個大樓他聚了以後 跟他聚會以後 一個高雄市的市長 觀眾朋友 一個高雄市的市長如何賣台 還是我跟你齊約說以後我當總統 以後我再來賣 這個人馬英九總統前總統 他當時跟習近平見面的身分就是總統 照理想這樣見完 而且有閉門會議 晚上還去黑金融喝到醉有沒有 已經賣掉了 觀眾朋友三年過去了 2015到現在已經三年多了 賣了什麼 所以一天到晚用賣台 我覺得基本上不精確不科學 他像抗腰性一樣 頭痛要一次吃一顆沒有效 兩顆 八顆 越來越沒有效果 沒有效果 他還是會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我說 我剛剛回到我一開始的結論 我很期待1月11號的到來 因為韓國瑜今天這一次去 包含了已經這麼久 從包子事件以後就消失的 黃沖又出現了 就是只有韓國瑜他才會出現 其他人就 民進黨顯然是把韓國瑜 當成是2020的總統參選人 所以我要全力的打你 剛剛看到沒有 朱立倫也有可能選 因為2016年他選 打他 魔紅 馬英九有可能選 台灣腳走台灣路是林英元 馬英九是香港腳走香港路 永遠用魔紅的方式 現在台灣民眾也要去看 一個市長到了香港 他見了中聯辦的主任就不行 陳舉見了國台辦的主任就可以 這是什麼道理 如果說大家覺得這有道理 那也很好 就是由台灣民眾 在民進的1月11號 去投票做決定 到底在九二公司基礎之下 能夠這樣子一唱去 還有廈門 現在40億了 廈門聽說 我有聽說 這兩天 有一筆非常大的訂單 我不知道是多大 反正最後結論這樣子 四個城市回來以後 這個就是統戰 經濟統戰 對 賣東西你說是統戰 不賣東西你說我活不下去 你到底要哪一個 就做個選擇 明年1月11號 如果是韓國瑜選總統 更清楚 就是一個在務實 九二公司基礎之下 敢在跟面對大陸的時候 講九二公司 而且也去談 希望兩岸能夠有經濟互動的 中聯辦的主任跟 澳門跟香港這兩個主任 跟韓國瑜講九二共識的好 那是必然的 因為中聯辦就是執行 九二共識的單位 韓國瑜去那邊 也跟他講台灣的好 因為台灣有民主 他才能當高雄市市長 各自把自己好的一面 產生出來有什麼錯 今天用這種方式去抹紅 韓國瑜也不意外 但是我說我很期待 明年1月11就是看 那個抹紅的效果 到底在台灣是有效還是沒效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